在道祖大殿里 孙悟空一手拿着苹果 一手拿着糕点 啃一口苹果再尝一口糕点 十分惬意地黑黑直乐 吃完手里的 干脆跳到了供桌上 一屁股坐在道祖的腿上 一边吃一边高兴地东张西望 时不时发出一声轻响 孙悟空正得意呢 耳朵突然动了动 紫禁一听心想 哎呀不好有人进来了 顾不得许多 孙悟空赶紧把剩下的糕点 全塞进了嘴里 胆壁支撑着跳到了地上 随即撩开供桌下的围蔓 毫不犹豫就钻了进去 钻进围蔓的孙悟空 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 目光透过缝隙朝外一看 一眼就看到一个小道童 推开大门走了进来 这个道童不是别人 正是袁天罡 孙悟空很惊讶 不知道袁天罡这么早来到处大殿干嘛 莫非也是和自己一样肚子饿了 走进来的袁天罡 似乎并不是来偷东西吃的 而是静止去了大殿角落 孙悟空瞪大了眼睛 准备仔细瞧瞧 结果却被一根柱子挡住了 无论孙悟空怎么调整角度 袁天罡在角落里做了什么 依旧看不到 幸好袁天罡很快就转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把扫帚 孙悟空心想 原来是过来打扫卫生的 说完 孙悟空就没有再看了 而是坐在地上 打起了头顶上食物的主意 袁天罡在大殿的左边打扫的时候 孙悟空就偷偷从公主的右边爬出来 偷几样东西又呼啦一下 钻进桌子下面 袁天罡虽然扫地很认真 可他也不是龙子瞎子 所以很快就察觉到了供桌下的动静 最开始 袁天罡以为是老鼠 打电里进老鼠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他也没多想什么 然而很快 袁天罡就不这么想了 因为供桌下那家伙 吃东西的时候也太肆无忌惮了 啃苹果的时候咔嚓咔嚓的 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袁天罡十分无奈 虽说弟子肚子饿的时候 偷吃点供品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供桌下这家伙 也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 接下来 袁天罡一边扫地 一边时刻注意着供桌 他发现 对方时不时从供桌下面伸出一只手 抓到供品 立刻就缩回去 为了惩罚这位贪吃贼 袁天罡决定先要让对方吃个苦透 随即便念了个口诀 冲着供桌一只 供桌上的香烛和果盘 当时换了个位置 要是下次对方再伸手 一把抓住的是香烛 那可就有乐子看了 不知道到时候 对方是疼得叫出来呢 还是叫出来呢 袁天罡越想越乐 最后连地也不扫了 满脸笑容地盯着供桌 期待着对方上当受骗 然而事情的发展 有些出乎袁天罡的意量 供桌下的那家伙 半天没有伸出手来抓取供品 袁天罡心里还纳闷呢 难道对方识破了自己的伎俩 倒不是孙悟空识破了袁天罡的伎俩 原因其实很简单 孙悟空吃饱了 吃饱了还要继续吃 那不是吃饱了撑的吧 所以这时候的孙悟空没干别的 就等着袁天罡赶紧扫完地赶紧离开 自己也好早点趁机回去 过了一会儿 袁天罡重新施展法术 把香烛和果盘重新放回了原位 结果对方还是没继续偷吃 袁天罡心想 看来对方不准备再吃了 想通这一点 袁天罡继续认真地扫起地来 至于对方偷吃供品的事 本身就不是什么大事 袁天罡并没有放在心上 之前想惩罚一下对方 也只是藏着戏弄的心思 说是惩罚 那根本也是谈不上的 毕竟方寸山的弟子 个个都是皮糙肉厚的 空手入白刃都是小菜一碟 更何况是香烛了 稍微反应快点 接触到香烛之前 感受到热量也就收手了 袁天罡都不放在心上 供桌下的孙悟空 当然更不放在心上了 说不放在心上也不准确 他是压根不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不过好像也确实是这样 袁天罡虽然发现 有人在供桌下偷东西吃 然而他并没有想到 这个人会是孙悟空 咱们继续